在過去,比較早之前 歐洲 的這個維多利亞時期 維多利亞時期大概是在這個 弗洛伊德之前的那個時期 你看很多那個歐洲的那種古裝劇 有很多人,那女生 全身包得緊緊的 那男生跟佛洛伊德洋都拿一隻拐杖這樣子 他都穿得非常整齊這樣子 那個時代就很重視一種東西叫做 道德主義 他們覺得道德是很重要的 所以那個是一個很壓抑的年代 大家都閉口都不談任何跟性有關的事情 因為大家覺得那是邪惡 然後你很愛錢你也不能講出來 因為他覺得道德非常的重要 道德從善 這個是那個時候的這個 這個 主要的觀念 因為道德主義的關係 所以 他們會 大家重視的焦點在哪裡 重視一個人的品德如何 這個人有沒有品德 還有重視一個人有沒有意志力 你能不能克制自己呢 不要去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 美德就是 一個人很有美德就表示他的克制力很好 所以那實在在重視的是這件事情 可是後來發現喔 欸好像不是這樣子 後來呢 第二個時期就是社會科學發展的時期 這個大概是什麼之後呢 大概是工業時代之後 工業革命之後喔 大家開始 貧富差距越變越大 有產階級越來越錢嘛 無產階級越來越窮嘛 那這時候就有一些人起來革命 上街頭 然後反抗啊 社會運動等等的 然後或者是比較貧窮的人啊 他開始會做一些犯罪的行為 欸這時候人家發現說 欸這個人之所以呢 會這麼暴力 之所以會去搶別人的錢 這時候為什麼 好像不是因為他個人的關係耶 不是因為他沒有品格 沒有道德 沒有意志力 而是什麼 而是這些人他就很貧窮啊 然後住在那個喔 一家喔 八個人 住在一個喔 八坪的房子裡面 然後睡覺這樣子疊來疊去的 啊三三都吃不飽 然後每天被老闆壓迫一波穴 他怎麼能夠不反抗呢 他要為了活下去 他一定要反抗嘛 所以這些人的行為 並不是因為他個人的關係 不是因為他沒有道德 不是因為他沒有品德 沒有意志力 而是因為他的環境造成的 所以這時候開始興起社會科學 去研究說一個人的行為的影響因素到什麼 包括可能出現了說 這個馬克思經濟學 社會學 他就說喔 這些人喔 是因為他窮啊 無產階級跟資產階級的對立啊 所以他才要起來反抗的嘛 並不是他個人的問題 所以他 這個很壯士 這個無產階級的革命嘛 然後呢佛洛依德就說 他的行為 做出這怪的行為 不是他個人的原因啊 是因為他個人 潛意識的衝突 所以造成他的原因了 行為主義的就是說 他的行為呢 也不是因為他沒有品德 是因為他從小到大的經驗 造成他出現什麼樣的行為 這是學習而來的 制約而來的 達爾文的就是說 喔 為什麼人呢 會爭奪 會這個喔 會競爭 會有一些人的邪惡命出來 為什麼 這是因為是為了生存 這是演化必須的 這是大自然足以我們的本能 所以因為有這些科學 來解釋人的行為 慢慢我們不重視這個人本身的責任了 我們覺得說 啊你做了壞事 其實你是不用負責的 是因為這個環境的問題 所以當很多人在犯罪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再請責這些人了 我們會想想辦法 把這個社會的治安面好 喔 當一個人這個 發生心理疾病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說你這個人有問題 我們會說喔 你一定是生病 我們來想辦法把這個定制好 這個當然是科學方面的進步 可是也造成一個反效果 就是個人越來越不用負責任 對啊 我們都覺得 那都是因為其他的原因 現在因為不是我個人的原因 現在 可是到了最後最新的 又回歸到原本的這個部分 叫做什麼呢 到什麼時候 那正向心理學心情之後 正向心理學之父 叫做馬丁賽利格曼 我們很常講 他覺得我們應該再把教理 拉回到個人的身上 為什麼呢 跟心理學的發展很有關係 過去的心理學喔 假設我們叫它做負面心理學的話 跟這邊心理學來說一個對應 以前的心理學專門在處理人的負面的心理 或行為的特質 譬如說你可能心理疾病啊 然後就是給心理醫生看啊 然後就把你治療吧 所以 假設這邊是零分 這邊可能是負八分 那這邊是負二分 有心理疾病的人 他可能是在這個階段 他的心理的狀態是負人 他可以去做心理治療 是把他從負二分變成 從負八分變成負二分 他就好一點了嘛 頂多完全治癒 他就變成零分而已嘛 他並不會變得更快樂 他只是變得不憂鬱了 不焦慮了 不恐懼了 可是他會變得比較快樂 比較幸福 沒有啊 那個是這邊的事情 這邊是正向心理學的 這邊是負向的 所以他並沒有變得快樂幸福啊 滿足啊 沒有啊 他只是從負的變零分而已 那馬林賽利格曼發現一件事情 在這個治療的過程裡面啊 通常都是要用外力來幫助他 譬如說電擊他 這個 或者是呢 精神科醫師給他 他要吃外力 然後給他這個心理治療 或是給他制約行為主義的 然後學習到一些新的行為 然後把舊的行為做好的 要讓一個人從負的變負少一點 通常都是用外力的 那外力的方法是這種 你個人其實不用負責的 為什麼精神科醫生喜歡開藥 因為開藥不需要個人的意志力 可是馬林賽利格曼發現 如果我們的目標是要從正二分變成正八分 你想要讓你的生活過得更好 通常用外力是沒辦法的 你沒有辦法用一些強迫的方法 逼一個人讓一個人更快樂 用強迫的方法逼一個人 人生更有意義感 你可以讓一個想自殺的人 用外力讓他變成不想自殺 用一些醫療的方法 可是你沒有辦法讓一個人 沒有意義的人變成有意義 所以要讓增加心理理學 成為有用的科學的方法 必須要回歸到個人的責任 道德主義是責任在你個人身上 唯有你自己選擇 我想要過得更快樂 我想要過得更有意義 我想要過得更健康 你才會去做一些行為 讓你自己變得更健康 所以回到真相心理學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原來責任還是在個人身上 那真相心理學裡面包括很多領域 包括健康心理學 這也是真相心理學很關心的一個意思是一樣 等於是跟這個真相心理學平息的 另外一支很重要的心理學 那我們這本書對主要來講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會更難重視到個人的特質上面 就是這本書會跟你講 重點不是你的基因有多差 重點不是你得了什麼病 而是你有沒有好好的照顧自己 你有沒有建立良好的習慣 你的生活型態是怎麼樣 這些都是你自己可以做到的 好 所以 很容許 谢谢大家